嘿嘿嘿,大家好我是生皮細部隊的Badman 很久沒Ruiner,有點興奮啊 絕對不是沒有戲 秋賽季不知道各位棒球迷都在做什麼呢? 美國職棒的秋賽季各隊球團可沒有閒著 除了剛處理完的合格報價 緊接著就是自由市場的搶人大戰啦 比起過去兩季的寒冬 大咖總要拖到賽季前才喬定合約 今年一開始就有幾筆令球員振奮的簽約 本集也會就熱度最高的投手市場來介紹 並推測這些球員能拿到多少的薪資 由於FA球員眾多 生皮這邊決定用薪資總額分級的方式 來大略區分自由市場上的球員們 希望可以比較好理解 首先就從先發投手權開始吧 上圖 今年的先發投手質量相當不錯 由Gary Cole、Steven Streisberg 領先 再加上近年表現優異的Z Wheeler是屬於A級 巨人王牌榜Garner 今年投出生涯年的柳賢陣則排在B級 剩下名列MLB Trade Rumor的50大FA投手 Tenorowak、Grid Percello Cole Hamels、Kel Gibson、Fullio Teron 則排在C級 我們就從C級開始介紹吧 首先是透過一座賽洋獎的Rick Percello Percello最大的優勢是健康 過去6個球技都先發超過32次 三季投超過190句 儘管拿下賽洋獎的2016年 FIP是夠水準的3.40 生涯的三陣保送筆一直都很優異 但過往以升卡球著稱的他 或許三季的飛球率是聯盟第八高 被拳列打率則是第六差 再再顯示壓制力的不足 不過明年滿31歲的Percello應該會尋求短約 力求用好表現搶最後一份養老約 第二位是33歲才終於進到自由市場的老將 Tenorowak 同樣以成績穩定著稱的他 生涯未曾進過上邊名單 自2016年以來年年都能攪拾超過2WR的貢獻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下半季轉到運動加隊後 被全壘打率俱增 整體球位也有逐年下滑的趨勢 目前預測是拿到2-3年的合約 年薪落在10M上下 第三位則是輔簽約的Kalb Gibson 過去兩季脫胎換股 不僅球數上升 三陣功力也扶搖直上 讓他連續兩年攪出優於聯盟平均的FIP 與遊戲兵隊簽下的3年30M算是為西級投手們設下一個基準 第四位則是成名甚早 卻已經被操壞的Gurio Teron 在2011年就登上大聯盟的Teron 目前已經投超過1300局 以一位28歲的投手來說確實是不小的負擔 這也反映在球數的衰退上 從早年均速93英里到現在已經跌破90 而他的控球也在這三季壞得很徹底 11%的保送率是聯盟符合投球局數的先發中第三差的 儘管年年吃滿170局 依舊很難讓人樂觀 預測為1加1的合約 年薪落在7M上下 最後是再過幾天就要滿36歲的老將Cole Hamels 他極有可能以一年的合約繼續他的大聯盟生涯 儘管下半季商譽後的成績有點慘烈 但實際上除了健康因素外,運氣也不是很好 當然,不能預期這位已經征戰14年的老將 還能吃超過180局的局數 但可以預測健康狀態下的Hamels 還是有中段先發的實力 非常有可能以1年15M回歸廢城人 OKOK,稍等一下 我知道Madison-Bungarner被擺在B級絕對讓很多人不服氣 尤其是在過往季後賽戰神名號的加持下 Bungarner至今仍讓許多人還認為是一名頭號先發等級的投手 但翻開近3年的投球數據 Bungarner的被擊球初速Hard%不斷攀升 被擊成飛球的比例也越來越多 還要考量他現在是在對投手極度友善的巨人組場投球 不然今年絕對不只被打30烘而已 但我們也不是要說Bungarner現在很糟 只是沒有大家想的這麼神而已 事實上,他的控球還是相當優異 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健康 過去兩季投不多都是因為場上或場下的意外造成的 一名30歲前每年穩定持有品質的200局投手 人不多見 要拿到5年總值8000萬美金的合約 對他來說應該不是太難的事情 有閒證今年投出赴美以後 個人單機最佳成績 甚至名列今年國聯賽亞獎的第二名 一起來控球就很好的他 今年控球又更加的精準 另外變速球的使用量與值皆大幅提升 使得柳胖今年成為聯盟最會製造Week Contact的投手之一 投球局數是新秀賽季以來的新高 以及今年沒有QO的束縛 這些都是柳閒證今年能談到大約的利多因素 但他最大的問題是年齡以及健康 有過肩膀、腹骨勾、手肘等大小傷勢 柳也只有在旅美前兩年與今年投超過150局 且他明年開季就滿33歲了 一般預估球隊會給他短年限高金額的合約 大約落在3年總值6000萬美金 OK 終於來到眾所矚目的A咖們 首先先介紹今年的世界大賽MVP Steven Strasburg 當年被譽為不釋出的天才 卻在進職業後飽受各種傷病的困擾 生涯只有4季投球局數超過175局 不過天才之所以是天才 就是只要他能健康地站在投手球上 成績必然是王牌水準 自2012年以來 第四多的美酒局三陣次數 Five則排在第六 而總計33.3的WR更高居第七 這可是在比多數投手少了將近一季先發的情況下達成的 此外今年季後賽鬼神的表現想必大家還記憶猶新 36又有三分之一局的投球防禦率是誇張的1.98 而且在面對打擊都數上層的稻情 太空人三輪合擊的三陣寶送比是47比4 誒是不是少了一頓 如此史詩般的表現可以為他的壓制力做背書 也奠定他前往自由市場試水溫的決心 不過今年許多比賽休息室裡愛的包包都可以看出 中時非常享受待在華盛頓特區 因此最有可能的下家依舊是勞動家國民 預測能拿到6年180M的合約 接著可能是會有球迷問怎麼會被放在A級的Zack Wheeler 其實開完TZ手術後的兩個完整球技 Wheeler分別角落4.2的Wall和4.7的Wall FIP都優於聯盟平均20%左右 除了有將近一局1K的三陣功力 控制得以的保送讓他本季有23次投到6球或是更之後 此外踩滿29歲的Wheeler絕對存在王牌前級 不只球速均速來到剩下先高的97mine 在面對打者時的背級球出速 挨打的強勁球比例都名列聯盟前段半 顯示他的壓制力是貨真價實的 至於估價上會把Wheeler放在A級 原因在於不想直上Gary Cole的人 都會選擇Wheeler這位同樣年輕 要價會少1個億 卻依然有王牌身手 如此一來的競爭者反而更多 目前傳聞就有楊姬、費城仁、白襪、勇士、小熊、稻奇、教師等 幾乎聯盟一半的球隊都會有興趣 如果Wheeler能要到6年以上的合同 基本上破150mine合情合理 最後壓軸當然是輸給隊友Verland 去居美聯四洋獎第二名的Gary Cole 本季防御率5 美聯第一 三陣聯盟最多 War也是聯盟第一 縱觀歷史上 Cole的K9值是活球時代以來的最高 連續9場單場10次三陣以上也是歷史新紀錄 擁有均速超過97英里的火球 頂級的滑球曲球組合 面對主要打者時還能用出變速球來對決 如果要說心目中賽亞的模樣 我想那個人就是Gary Cole 這樣一位現象級的球員才剛滿29歲 加上通貨膨脹 要超過David Price的投售史上最大約7年217M 顯得輕而易舉 另外Zegrenke的平均年薪34.4M也是Cole渴望打破的目標 預測合約方面至少7年250M 我是猜8年280M 所有想要王牌的競爭者都有風聲傳出 包含陽雞、天使、稻籍、白襪、廢城等 就讓我們靜待消息 看這位現代賽亞最後會獎弱誰家 今年自由市場上的救援投手 不但沒有先發投手這麼頂級 且整體的質與量都不好 所以選擇性其實不多 再加上勇士在自由市場開始後 迅速牽走最頂級的Will Smith 與優質中繼Chris Martin 另外教室剛剛把另一名優質中繼 Drew Palmeris 給牽走 導致好的中繼投手的選擇更稀少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 現在還有什麼樣的人選在貨架上吧 C級的部分 這個區間的投手仍有工作 也有實力 但只是可能只會收到小聯盟約 或是接近底薪的大聯盟約 Biscaino是前勇士終結者 但開季投媒幾場 右肩就接受了肩關節進手術 最快明年6月才能上場 過去在勇士有不少終結者的經驗 但除了實力沒有強到能成為缺憶不可的角色外 他受傷的部位是肩膀 可能要等到開完刀復健到一個段落後 才有球隊願意牽他來試試看 Brandon Morrow 過去就以玻璃體質著稱 小熊2017球季後 跟他簽下了兩年合約 Morrow只投了2018年上半季 就一路躺到今年 沒錯 今年一球都沒有投 考量到2017年在倒極與2018年上半季的表現 應該還是會有球隊想在他身上賭一把 OK 接下來介紹B級的投手們 我們認為這個區間的投手還是能獲得大聯盟約 但都是一年約的等級 最多1加1 且單季金額不會超過5M Sergeo Romo Craig Steckman Brandon Kinsler 都是超過35歲的老將 今年成績穩定 且都有分擔終結者的工作 尤其是Romo 在交易前 還是馬鈴鱼正牌的守護神 Colin McHugh則是職力優秀 但在合約年遭逢傷病 導致身價大跌 他自14年起就是太空人身中重要的投手 先發中繼兩槍移 2018年更在中繼角色上 角出ERA 1.99 1.4 World的成績 可惜2019年轉陣先發不順 被丟回牛棚後又突然受傷 導致成績成績不佳 而Hugh是我們認為 較有機會鼓敵反彈 也有機會簽下一年合約 重建自己的身價 最後是A級的部分 我們認為這區間的投手 都能拿到複數年約 目前自由市場上最好的中繼投手 是太空人的Will Harris 雖然35歲的年紀有點大 也沒有綱蒙的訴求 但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穩 過去5年來 Harris繳出2.36的防禦率 2.99的FIP都在聯盟榜上有名 他的主要武器是卡特球跟曲球 另外還有很棒的控球跟古菲比 Harris一直是一名低調優質的牛棚人選 但最後考量到年紀 Harris很難收到三年以上的月 一般預料是兩年最多2000萬美金的合約 是他最好的報價 另一位則是Daniel Hudson 這位前槍尾蛇大悟先發 這幾年都以中繼為主 成績都不是特別出色 但今年被藍鳥賣到國民之後 卻成績大躍進 還在季後賽成功扮演守護神的角色 最後也順利幫助國民取得 今年世界大賽的冠軍 Puston在國民進步神速的原因 歸功於他的控球 在國民時的保送率只有4.1% 與其他年相比足足降低了一半 但開過兩次TJ與不算頂尖的三陣能力 將會限制他的身價 預估也有機會拿到兩年月 但總和並不會太高 最後是大家都很熟的Delim Potensis 只是屬於有時 雞蛋合約年遭逢重大傷病的投手 今年開季因為肩膀骨刺導致球數消失 好不容易在季末燈板亮下 卻在投手球弄傷了左腳跟腱 目前歸期未定 他是2014-2018年間聯盟救援投手的三陣王 總計標出607次三陣 比第二名的Craig Kimbrough多出了120次 Potensis現在31歲 即便今年整機殷商首股 且明年何時能上場都是未知數 但有輝煌的成績倍數 應該還是能拿到不錯的良能月 或是一年超過1000萬的薪水讓他重建身價 只能說他受傷的真不是時候 不然也可以輕鬆拿到比Will Smith還大的合約 投手自由市場的部分終於介紹完了 不知道各位觀眾有沒有對哪位球員的薪水特別有意見啊 也請期待我們接下來的野獸介紹 對了記得去看我們第一支Vlog 並給我們feedback喔 我們是深脾氣五度我是Banman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